薄熙来下台之后最近在百度再次搜索到 呼吁抓捕江泽民法办江州等讯息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何时落马 以及中共高层后续如何处理外界称为 写债派为首的江泽民等人 成为大陆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4月30号下午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法办江泽民 第一条出现的消息是 中国大陆学者吕嘉平 揭露江泽民和他的情妇之一 宋祖英丑闻的讯息 接着出现多则 呼吁抓捕江泽民 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等消息 这是继4月10号 中共当局公布立案调查薄熙来 百度一度解禁 法办江罗 血腥的器官活摘等敏感辞职后再次解禁 这种现象说明 百度算一种自我救出吧 第二点呢 他也要从商业上抓一些敏感点 哪怕冒一点风险是吧 在政治上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肯定有像百度这样大型的门户网 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的情况下 他们都会和中共高层内部政治 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判断不是第一手消息 也有二手消息 他们为某个政治势力放风 也是很正常的 陈光诚逃出东市古村 也是大陆百姓热烈传递的讯息 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局就是微博上网站 他不仅此讨论限制这个话题 就说明上层决策 苗头已经出现 至少阶段性的是这样 也就是说常用的术语 他那个血在派绝对是出于下方了 他们已经没有翻手的机会了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 百度上曾搜索到被禁止的相关法轮功 如转法轮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讯息 分析认为法轮功的相关敏感词解禁 刺中江泽民周永康血债派的死穴 是否是胡温打出的信号灯 民众自由解读 新唐人记者梁新施宜军采文报道